不法分子冒充政府官员行骗的案件的卷土重来 警方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月到9月之间 至少有50名受害者 因误信冒充高庭职员的不法分子 损失至少680万元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59岁的梅根是一名行政管理员 他两个月前接到一通来电 对方声称来自高庭 并告诉梅根她牵涉一起洗钱案 梅根否认后 对方建议她报案 就把电话转给一位自称警员的人 在几天的过程中 共有四人同梅根交涉 慢慢地引导她交出银行户头的资料 一个星期后 不法分子尝试利用梅根的个人资料 到一家数码经济交易公司申请开户 不过很快就被揭发 当局表示 警方不会在要求公众协助调查案件的过程中 要求银行户头或密码等相关详情 警方是不会通过简讯 或者是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向公众入口罢的 还有国外的执法机构 在新加坡是没有权利进行执法行动 逮捕任何人 或者是要求公众协助调查的 新传媒新闻记者 陈思璇报道 嘉宾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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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